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江亦凡数位中心的负责人江亦凡 我想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音乐产业 过去的整个发展 大致的脉络跟未来的整个远景 那我想在音乐产业上面 过去其实在几百年来 那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林 就是录音科技的发现 那我想在录音科技发现之前 整个音乐的产业 它是被界定在所谓的表演艺术的范畴 那所谓表演艺术就是说 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在听音乐的时候 你大概没有办法 就是随时随地想要听音乐 都可以听得到声音 其实古时候人其实蛮可怜的 他们都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CD player 他们没有黑胶唱盘 所以你想 他们以前如果要听音乐的话 大概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到歌剧院啦 音乐厅啦 然后真的去买门票 那那些做音乐的 所谓的音乐创作人 那他们所谓完成音乐 也不是把声音录在CD唱盘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 那个世界 每个音乐家创作家 他们在创作音乐的时候 大概都说 我现在正在写音乐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把谱写完 但是你看 我现在把一个 即使是贝多芬的 这个所谓的原稿 谱给你 你会不会看到那个谱 你马上就听到声音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因为谱对我们来讲 那是一个符号 对不对 有很多的豆芽菜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线条 文字等等 所以对我来讲 我都觉得以前的这种音乐的创作 跟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不一样 它其实是一种所谓的 间接创作的形式 也就是说 音乐家把音乐完成了 但是 跟音乐的真正的本质 就是声音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不同 它毕竟还不是真正的 把声音做完 而是一种所谓的 间接的创作 它是完成的符号 然后呢 我们再借由 这个技术非常高超的 这个演奏者 然后训练有素的 这个演奏家呢 再把谱 还原成一个声音 可以让我们听到 那么在听的这些 场合里面 大概就是必须要到 音乐厅啦 你必须要去消费买门票 那是在整个录音科技发展之前 所以所有的音乐 都是在一个表演艺术的殿堂里面 所以我们就称为 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 但是你知道吗 当这个录音科技啊 开始发展之后呢 整个其实 音乐的产业啊 已经变成完全另外一种状况 所以我说录音其实就有点像是 音乐产业的这个工业大革命啊 因为 开始我们在听音乐 我们在消费音乐的时候 可以不用走到那种殿堂里面了 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欣赏到 非常高级的演出 因为那所有的 经过表演的 演奏的声音 都可以被录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 声音被录下来之后 它是要 这个 负载在一些媒体上面的 比如说我们最早期的 我们知道 开始有这个唱片 我们说唱盘 它其实就是长一个很 很大的黑色的 这样的 我们称为黑胶唱盘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 大部分你可能都没有看过 那 比较年轻的朋友 可能有听过 但是真正你连摸 都没有摸过那样的东西啊 那是一种类比式的一种唱盘 那在播放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到很多 炒豆子的声音哦 好 那渐渐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整个唱片 从黑胶唱盘的时代 慢慢变成一个小小的 Tab 那那个Tab 其实体积是比 黑胶唱盘要小很多啊 所以整个 你在收藏啦 或者你在 这个 我们做拷贝的这个动作上面 其实会比黑胶唱盘要来的 更快 所以其实后来就兴起了一波 所谓的录音带的这个风潮 但是 黑胶唱片跟录音带 其实对我们的 声音制造过程来讲 它都是属于 这个 所谓的类比的世界啊 所以这个类比世界 慢慢慢慢转到 这个所谓的 数位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 就变成了所谓的CD 好 光碟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光碟片 有了这个CD之后呢 整个 聆听的模式 又不一样了 因为它听到的是 从数位播放出来的声音 好 但是到了现在呢 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 其实在电脑上面有一种 新的音乐播放格式 叫做MP3 我想这是各位同学 最熟悉最了解的 但是你知道吗 MP3的发明 其实是第二次的整个唱片工业的一个大革命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种原来需要 负载在播放媒体上面的这种音乐产品呢 完全走入了虚无虚拟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我们以后听音乐 再也不需要借由CD唱盘 或者是黑胶唱片等等 直接在电脑上面做传输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革命 其实已经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们整个在购买音乐或消费音乐整个生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MP3的发展 其实我们大家过去一直觉得非常繁荣的这个唱片业呢 也因为MP3的发现 整个进入一个非常萧条 甚至于崩盘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我想对于做唱片的我们来讲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为音乐变得比较容易被盗版 比较容易传输 好像大家不需要再去花钱买那一片一片的光碟片了 但是我想各位同学 可能你没有注意到 事实上音乐我们分成两个很重要的方面 当我们喜欢音乐的时候 当然我们会去找一些满足自己 这个欣赏音乐欲望的这样一个音乐 拿来当成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消费品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 其实在各行各业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他其实是需要音乐的 他可以不喜欢音乐 但是他却需要音乐 比如说在我们在卖场里面 走到百货公司里面 比如说如果这个百货公司 它里面没有音乐的话 你大概就很难消费 比如说你去佳乐福 或者是去一些大的卖场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 我想业绩也会很差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在讲 这个所谓的音乐产业 大部分人都在看所谓的流行音乐的市场 但是常常忽略了一个事情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它是一直都需要音乐的 包含这个 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广告的时候 然后在广告一些商品 我想商品广告是一个 对于厂商来讲很大的需求 但是没有音乐做陪衬其实也不行的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卖场的公播啦 然后刚才讲的这种CF 也就是广告片的音乐的使用啦 包含可能在你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 可能老师有时候在课堂上播放一些 辅助的教育媒体 它里面的秤底音乐也是被需要的 那这些的产值其实远远超过流行音乐的市场 虽然流行音乐的市场早已萎缩 但是各位同学 其实在这些方面里面 音乐被需要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来从事音乐的创作的工作 你千万不要只focus在流行音乐 当然流行音乐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产业 如果你自己能够唱你的歌 你也可以像周杰伦一样成为一个艺人 但是如果你希望让音乐变成你的事业的话 其实你可以开始好好注意 哪些地方是需要音乐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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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